大家好,我是豪哥 現在為大家來介紹我們的阿燕姐來做我們的油頭示範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那請代表袋鼠家族來順便介紹一下我們的 樂園麗絲以及歐納西絲兩樣產品 藉由油頭的示範來操作我們的造型品以及護髮品 那我們掌聲謝謝阿燕姐 大家好,我現在來示範的是長油頭 前面都是短油頭,現在用長油頭 長油頭顧名思義就是上面的頭髮就是要長 來,一樣的動作,切線 線是油頭的靈魂,很重要 來,先切線 用點的喔,不管你用什麼刀子都可以 來,用這個也可以,用那個也可以,都可以 用點的,切 切 切 切,切 待會這個刀子呢,就有學員來練習喔 學員要注意喔 千萬不要把我們這個蘇先生給受傷了 來,二號給我 所以你要剪這頭的時候要觀察,他真的非常的膨 所以要注意喔,他之前剪這個有點問題啦 所以我們再給他補救回來 來,一樣的動作 剛剛油講了,要怎麼剪呢各位 對,一邊貼,一邊翹,就這樣子,來 切,切,切 你要注意看那個頭型到哪邊就彎了 彎進去的地方就不要停止了 不能直接用進去,鬼影影的不好看 來,一邊貼,一邊翹,往後 到你要的那個深度 到這邊停下來 這是二號的,直接去推光了 就不用客氣了 這是刻度,是二號的刻度 因為他上次來招勘我受傷 所以他去別的地方解 來,後面也是一樣 來,一邊貼,一邊翹 來,幫我推,等一下 來,注意看 一邊貼,一邊翹 然後這邊接合 所以你後面這邊要有個厚度的話 你盡量不要貼了,就慢慢的抬高 這個地方接合 這個三角這個地方 轉折的地方慢慢的抬高 慢慢的抬高 來,後面呢,注意看 一樣,他的頭跟之前那個頭都不一樣 像他的頭就比較長 他這個比較短 所以我們盡量推高一點 他這個 大家有看到喔 比較低喔 所以比較高 那個高度取決於他的那個頭型 髮流 盡量抬高一點點 先把高度抓出來 來,換這一邊 來,這邊高度也是一樣 來,這個長的地方 來,最近有一個新的法寶 我看了不是有看到嗎 幫我用 因為阿英姐不喜歡用夾子 所以他現在有用這個 把它弄上去 對,可是你要把那個 分區弄好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一樣的動作 來 怎麼剃啊 一邊貼一邊翹 來翹高一點點 然後這邊 往後延伸 一樣到這個地方 然後二號的全部剃光光 這個沒電了 要充電 OK,好 這個要充電喔 來,我的梳子呢 快點快點 OK,好 來 高度要一樣 注意看 來,這個地方 我們高度要一樣 來 撈起來 先平的 這是平的 還有 你要撿油頭 這高度要不一樣喔 這邊要高一點 這邊不能低於 不能高於這個地方的線 為什麼 好,講得好 因為 來,如果你撿得太高的話 先放喔 這個油頭 來,這個先拿掉 我比較好解釋 謝謝 我們油頭是不是這樣子 分到這邊 這個是它的那個 靠 什麼靠 隨便你靠 對,什麼靠都可以 如果你太高的話 它這會在上面 就不好看了 我們要撿得那個線條在這邊 所以你這樣 油頭下的時候 剛好靠到這邊 剛剛好 如果你切太高的話 這在上面就不好看 除非你要兩個一樣高的話 那是整個是往後梳那種的 那就不一樣的 如果你要是那個油頭的話 這邊是讓它靠 就這高度要比它還低一點點 它才可以靠在這邊 這個線條 對,就在這裡 我這樣解釋聽得懂嗎 OK,好 再幫我黏上去一下 謝謝 然後把這個 你們不會的 不會用那個 不是 因為我不會用夾子 所以我都直接這樣梳就過來 你們不會用的話 你們喜歡分線的話 你先黏好 然後這個新產品 他們對你們來講會比較方便 對我來講是沒什麼作用 對你們已經很好用 來,我把這個弄好 來,一樣高度先弄好了 來,慢慢的往上提高 這個轉折的地方 待會兒要再切一次 來,我先示範這個另外一邊 這個 來,這邊黏這裡一下 這個還有沒有 對,OK 什麼東西 這個 魔鬼沾 魔鬼沾 來,魔鬼沾 魔鬼沾在哪 在箱子裡面 那沒有關係 沒有魔鬼沾 我們就自己沾 來 來,自己沾 畫過來就可以了 不用魔鬼沾 來,注意看 齁 這個地方一樣 剛剛講過了 不能貓下去 所以一定有一個厚度在 來,一樣梳下來 來,用平的 前面一定要短一點點 這個梳子 注意看 板是平的對不對 可是前面這樣短一點的話 這樣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啦 看有沒有啦 有喔 OK,好 就這樣平平的往後延伸 OK,來 齁,正面起來 來,有沒有看到 要平整的這樣往後延伸 前面看得到嗎 齁 這樣才會工整 比較好看 它垂下來也好看 梳上去也好看 不要說垂下來 沒有看到這一邊 就隨便撿 它偶爾會往上梳 雖然它不會出門用這個夾子 可是它弄上去的時候 偶爾會抹上油 兩邊高度一定要一樣 不是這個高度 是這個 切面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要漸層 注意看 我剛剛是用2號對不對 可是呢 它這邊比較膨 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 蝦子是摸得到 來 注意看 這邊比較膨 所以我們還要用 短一點點的 我不要用那一隻啦 看是2號對不對 然後 來 這一隻好用在哪裡 它可以往前推 這邊再稍微推一下 來 前面的蝦子 你看對照一下 兩邊有什麼不同 看前面 有沒有 這件事比較削了 看得到嗎 盡量把它那個漸層 弄漂亮一點 它是用顏色來區分的 黑白 可是黑白不是斷層 是順的 順的這樣切過來 現在流行那個油頭就漸層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用 ok我把蒸弄好 一邊貼一邊切 一邊貼一邊翹 這樣轉彎上來 注意看 這一組的好處呢 它有兩個刀頭 可以讓你們使用 一個是3號 一個是 一個是比較厚的 它總會有幾個套子 欸 24 24 680 兩個刀頭 它有配幾個套子 三個 三個齁 幾號 二跟四 二跟四 二四六九 一般的呢 一般都是369 它跟人家不一樣 24 69 ok好 對 算數不會 你就用挑的人 就可以知道嗎 24680 這樣點就好了 來 頭弟弟來 先生 ok好 後面呢 注意看 因為一樣 我們這邊都比較冰冰 所以我們要摳摳形 這樣往上拉高 層次要高一點 來 梳子架好 貼著 注意看我的梳子 貼著 來 出出來 看有沒有 這樣子來 切上來 就是 23456 下去 貼著 梳子架好 直接推上來 2456 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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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順了 利用這個梳子 當梅劍喔 梳子很重要 墊頸也很重要 人也很重要 來 換這一邊 來 注意看這邊 像這個時候呢 你們一個盲點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怎麼處理 有沒有 這邊 你們有沒有問題 每次都是這邊有問題 對不對 各位 有沒有 來 你把線畫好了 你把這個全部拉下來 這邊是長的在這邊 這短的在這裡 全部拉下來 不要怕 拉下來 挑起來 直接刷 就順了 所以這梳子很重要 龍哥 有在買嗎 有喔 找他 OK 來再一次 貼著 你要多高 多厚 多長 自己這樣子 撩起來 開始找到你的位置 刷掉 我說起來很簡單 你做才有困難 可是你常做了 你就知道有經驗了 這一切都是經驗 我不是剛開始很會 我也是累積出來的時候 不是很快就很會 所以這個地方解決完畢了 下次你們試看看 你把線畫好了以後 我叫寶貝叫我講慢一點 我再慢一點 來 我把它梳下來 輕輕的梳下來 把它撩起來 接合 記得要這樣子做 然後輕輕的 梳 輕輕的梳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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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下來 來 這邊就好了 來 前面的人有沒有看到 這樣可以了 OK 待會兒我們再要更好一點 大家修飾一下 盡量呈現完美的狀態 來 後面也是這樣修得很漂亮 所以這個高度 你們自己要決定 最重要是它頭型的問題 頭型 頭型它本身 注意看 它這裡很短 真的很短嗎 我不知道 就是脖子短一點 待會兒我們這樣切的話 就往下切 千萬不要切在這邊 人家以為想要到這邊就沒有摸 對不對 習慣性往這邊切 其實不要 我們要延伸它的長度 讓它這個 會比較好看 來 這邊弄好了 OK 它的這邊特別特別的厚 因為它本身頭髮比較濃 比較厚 來 我們就慢慢的給它用好 來 兩邊高度好了 注意看 剛剛我講過了 再往上 往上抬高一點點呢 就有一點層次 因為有些客人頭髮 它都不由自主往上長 對不對 所以你切的時候 盡量給它這樣平平的切 可是拉到最高點 平平切 拉到最高點 平平切 可是你不要切到上面 你要是要看得到 你們用夾子夾 你就看得很清楚 這樣往上切 這樣慢慢的 這樣往上切 切平的 因為不一樣的髮質 不一樣的髮流 要不一樣的方式來修飾它 不是每個照我這樣講 可是你要適度的轉變一下 你的剪的方式 推的方式都要改變 OK 現在兩邊都推好了 現在我用剪刀 這個先拿掉 長油頭 顧名思義 前面就是要長 然後往後延伸 然後有這個幅度出來 飄逸的感覺 短油頭就到這邊 就沒有了 這就叫短油頭 好看的油頭 就是往後延伸 這個線條要拉得漂亮 拉得漂亮 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太薄了太虛 太厚了太笨重 它本身也不好整理 它後面上面的長度要怎麼修呢 前部最簡單的方式 我教你們最簡單的方式 前部長油頭 前部往後梳 看你的高度在哪裡 前部往後梳 到你推的高度最高點那邊 給它切下來 這個不用猶豫 直接切整齊就好了 切整齊 切整齊了齁 來 往旁邊梳 注意看 前面要長的話 這個幅度是這樣子的 以這邊為基準線 這裡 看我們剪的 前部往後梳對不對 這一邊齁 前部 你要越長的話就往後拉 前部往後拉 往後延伸拉 往後 往後 然後它這個中間 這一段 不會順 我們重新修整 來 往後梳 這長油頭 全部都以這個後面為基準線 你要長一點就是盡量往後拉 往後拉 它就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我們現在長度在這邊 然後你要長一點的話 就往這邊 有的人想說 偶偶要跟它綁起來的話 前面就要越來越長 它才可以綁上來 然後我們要長一點 就是往後拉 盡量往後拉 往後拉 往後拉 拉下來 如果你不知道的呢 用手指法教過最簡單 來 以這個耳朵為基準線 來 拉住 這邊 你要長一點的話 這樣 你要短一點的話 就一站這樣 你要再短一點的話 你就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以耳朵這邊為基準線 這樣你比較好認 比較不會糟蹭去 來 我再慢一點 就講太快了 來 我很興奮的話就講快 來 注意看 拉下來 到這個地方平的 前部以這個耳朵為基準線 然後前面長一點就往後拉 拉到這邊撿 前面 拉到這邊撿 前面就會長了 然後這個往後延伸延伸 它就變這樣 你要再長的話 你就把這耳朵 拉下來 跟耳朵起 就以耳朵為基準 你這樣比較好認 不然教你怎麼用 你可能會搞亂掉 所以你用耳朵的方式 來決定這個長度 長耳朵是要這樣子 來 短耳朵 我剛才講過 就是以這邊為基準線 我們最高點在這裡 就這樣切斷就好了 這樣聽好嗎 來 還有什麼問題 在座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就下課了 來 一樣的角度45度 最好的角度是45度 太高的話 它的線條會跑在上面 然後我們最好的幅度是45度 長耳朵跟短耳朵都45度 就45度 然後你要那個 帥到分手的話 你就用等長的 可是等長的時候 你要打在一半 它會半倒半翹半倒半翹 這樣 然後長耳朵跟短耳朵 都是在這個地方 它不可能在上面 在上面就不好看了 我們就是要這個幅度 從側面看來 去看這個幅度而已 對不對 我們就看這個 一般油頭這樣子 然後你要更好看一點 它就可以弄高的嘛 用這樣子嘛 就是那個 尿筋嘛 尿筋知道是什麼嗎 對 我講英文 尿筋 尿筋 我講得對嘛 尿筋 怎麼對著 可是拉力士我就不要念 這個 這個 待會我們就要抹在這個地方 它叫做英文 我不會唸 拉力士 它叫Lucy也可以隨便 就是好用啦 金有的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就快完成 可是它本身之前打包 已經打得很虛了 我就不打 可是它後面比較厚 還是要打一下 不要說為了上課 拼命給它打 給你們示範 但沒摸了就要看 湯萊珍為我們犧牲奉獻 我們還是要給它完整的回家 下 待會你們要剃刀 你就手下留情啦 金豆沙 來 一樣尾巴打折的方 就是 接近下面的地方 就是打少一點 讓它服貼 薄薄的服貼 上面就可以拉高一點 打三分之一掉 OK 然後前面今天有點薄了 我就不太想要打了 來 撥撥看 再打一點好了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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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一組是誰 來 請你幫我一下 幫我修邊 等一下先修邊 來這裡 哪一個 修邊 來這裡 來 把那個深度剪出來了 再轉彎 你不要轉大彎我就不回來 小小的彎一下 OK 好 對 這邊 這邊 中指在這裡 這邊 這樣 OK 好 先貼往裡面 再一次 再進去一點點 OK 好準備轉彎 轉彎 對 直直下來 對了 輕一點點 輕輕柔柔的 OK好 來 現在是由下而上 1 2 3 3個點 這個點 完畢了 請稍等一下 我們呢 是男人 所以要切平的 懂嗎 不叫陽剛 不叫面的 我們就用 平的 OK 由下而上 先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 對 輕輕柔柔的 不要太大力 OK好 好 輕輕輕輕輕輕輕 OK 好 會聽不懂 先生 這樣喔 你看 恥子啦 恥子我愛你 等一下後面 寫個金鐘報告 好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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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旁邊 注意聽一下 旁邊的那個長度 你就看到耳垂 你要切平的 還是上面一點點 你自己決定 它是越長是越好 所以耳垂這邊平 對 這邊切平 那邊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在旁邊要準備 OK 對 拉下來 OK 然後咧 這個來 這邊 轉過來 由下而上 把這剛剛你刮過的地方 輕輕的 待會兒你就要刮在這個地方 OK 那耳朵轉半圈 對 輕輕的 他說恥子啊 你不要再給他恥 OK 好 反方向 對 對 對 上來 好 切 切平的 這樣子切 來你要先看看 不要馬上就要推 先看準了 來 先以中間點為主 中間點這邊 不要切得這樣短短不好看 所以往下延伸 先切平的 再切這個 另外一邊給朋友用 盡量往下這邊切平的 你到這邊是到這邊斜斜 你不要拿刀到這邊就 這樣就 所以切切切切切切切 再切直的 OK 好請享用 輕輕的喔 切對 切對 來 你的搭檔是誰 來 來 換那邊來 一樣的動作 OK 好 來 這邊喔 注意看 中間點在這裡 中間點在這邊 來 你就切這個 Y字 切下去 轉彎 下來 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OK 好 把深度剪出來了 準備轉彎 輕輕的轉彎 對 小一下的眉毛 對好 新鮮的 好切平 好平呢 他剛剛是在耳垂這邊切平的 所以你切到跟他一樣 旁邊的切平 OK 對切平 對 好耳朵轉半圈 對 OK 好 來 你先站在後面看一下 目測一下 來 我們這邊喔 他這是平在這邊 我們切的時候要這樣子 剛好平的 OK 好 你先你你重複做那個動作 切 輕輕的下來 對 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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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的對 OK 好 好 一樣寬度 從上面這邊開始延伸下來 對 OK 來你注意看 來注意看 這樣子感覺比較寬對不對 這頭就比較寬了 因為他本身脖子短 所以你很寬的話脖子更短 你再細一點點的話脖子會看得比較優秀 所以稍微從這邊開始修飾 再短一點點進來一點點 這樣 OK好 你啊 沒電了 OK來沒電囉 來換電 來 另外一隻咧 另外一隻 這沖了嗎 OK 加充電 來這個 OK好 剛講的從這邊開始延伸下來 對 用切的 對 延伸下來對 切 切 對 切 切細一點 對 對 對 來 你自己站在後面看 是不是 頭比較小了脖子會比較細一點 有沒有 沒有 對 那就對了 OK好 好謝謝 來我重新整理一下 來注意看喔 注意看來 細力一點 因為你這個 因為你會怕 那是應該的 所以下次你回去就慢慢練習 盡量往深一點 會輪廓會漂亮一點 來注意看我的切 來這個兩邊要有點健行的感覺 來切 把深度先切出來 來 深度切出來以後 這邊定點轉彎 小小的彎 這樣就出來了 接到這個點 下來 來 這樣 來 然後呢 這個好處 你順便可以修眉毛 修 這也可以修眉毛 盡量來這邊修 修一下 待會就可以刮了 這邊都很好 拉罐這邊 注意看喔 來 這深度要一樣 切 角度都對了 只是不夠深 來轉彎 齁 這個可以了 OK 來注意看 歐葉 成功 好 這就可以抹了 來 所以呢 現在先要偷 讓它清爽一點 讓它爽一下 先噴一下 這個噴咧 這個什麼擺住咧 不是 歐納西斯 稍噴一下 齁 齁 讓它比較舒服一點點 然後 你再抹那個油 待會再刮了 就更舒服 它頭皮先給它舒爽一下 有算嗎 行涼嗎 整個清爽 這樣齁 不會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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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在海邊的感覺嗎 嗯 還是三污染的感覺 對 好 來 OK 好 給它抹油 接下來這瓶油 是那個樂業利斯 美國的品牌 那 之前呢 我們也會用類似這種刮鬍 洗臉也可以做刮鬍的 刮鬍膏 那這個油的話呢 那個龍哥體驗最多的 因為它會軟化你的毛髮 其實這一瓶是胡鬚油跟髮油 但是也可以做來做這個 要修邊的動作 沒有動作要修起來 很可怕 那個龍哥入鏡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一瓶喔 龍哥很會用 我常看他這樣抹來抹去的 那請他喔 跟我們介紹一下這一瓶油 這瓶油的話 是一般我們剪完頭的話 我們這個用在剃刀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 這個龍貨性喔 再來做剃 那剃的話也是相當一向 我們的藍絲的像 就是像摩得多油一樣 可以先抹 它是香的味是很迷人的 你知道 味道很好的 不需要距離開 很香濃的 那我們還可以擦那個 擦你們臉部也不會 那也沒有關係的 好 像這個帥的話一定要 無需油跟法油 這個大哥喔 他家裡就買了快12瓶 那你用完 讚 讚 再解釋一下齁 等一下我們 Marco 做完頭髮 我們順便讓他洗個臉 所以這一瓶龍哥產品 再示範這一瓶 這個可以做刮壺 也可以當洗臉 還有這瓶喔 就是說一般我們頭皮水 我們沒法店的話 是缺常用的在頭皮水 那我們介紹齁 我們在馬店 他專門是賣頭皮水的 你知道 你到底可以逃回去 這個頭皮水的話 我們基本上 我會跟客人講齁 洗前用的頭皮水 為什麼啊 就說洗前用的頭皮水 他基本上的成分就是 海鹽 薄荷 跟胡椒粉 胡椒 胡椒那個馬告 馬告下去做的 他的海鹽的成分的話 有殺菌 在海鹽成分裡面 另外一個元素 叫微量元素 他能去除你毛孔裡面的油垢 像有些客人 洗完頭 吹乾之後 會有一個油垢味很重 那基本上 這個噴一噴之後 他會消除你的油垢味 對 那 薄荷的部分的話 就是鎮定 大家都會知道 對 那那個 胡椒粉 他本身就是那個味道 讓你放鬆 所以你剛噴一噴之後 按摩一下頭皮 有些出油量比較大的人 你去搓一搓之後 反而是你的手上的油脂會更厚 因為他會把你的毛孔裡面的油脂抽掉 對 這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在洗前的時候 噴一噴 然後搓一搓 帶到後面去洗 洗完之後 如果客人的毛孔上痘痘比較嚴重 像轉一些像毛狼眼的 微量的啦 如果是太嚴重的話 我們會另外建議說 使用那個敏感噴霧 敏感噴霧用在於說 像 脂弱性皮膚炎 異味性皮膚炎 或毛孔 頭皮嚴重的過敏性 碰到就會很痛的那些客人 我們會建議就用敏感噴霧 像你們在幫客人剪頭髮 客人的周圍 用你們力道在剪的時候 有些客人皮膚敏感 一推 他就紅紅的 這種就趕快立即把它噴 敏感噴霧 他會馬上幫你做退紅的動作 所以這兩題的話 在我們店家的話 使用上是非常高的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要試試看 敏感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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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左邊 右邊 敏感噴霧 敏感噴霧 45度 刀先拿好 對 刀拿好了 再下刀 OK 好 放輕鬆 放輕鬆 一層一層的 來一點一點的 這邊 1 2 3 4 抖到這一層慢慢的下來 在這邊 OK 好 45度 對 對 把那個皮撐撐撐撐撐撐撐 OK好 好撐起來對 對 沒有把握到一半 再製下來沒有關係 對 分成兩三段沒有關係 好 然後製下來 好切平 對 耳垂 耳垂 你要看好在哪裡 直接拉下來 對 90度下來就好 OK 好 點點點 現在把它撐開 對 點 點 點 好 有毛就點 沒有毛就不要點 OK 好 多拉起來 對 支下來 來 對 好 準備切平了 它的線在哪裡 在這邊 對不對 就這樣切下來 再一切 1 2 3 4 OK 沒動作到就收起來 好 下哪位了 來這邊 好 一層一層的 然後板刀 對 一層 來 不行 要這樣子 1 2 3 4上去 1 2 3 對 腳都對了 用大拇指的力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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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痛他會挨了啦 先不用叫他痛 痛他就挨了 你不要管他 對 他是男子汗痛了 你不敢挨 不敢挨 不敢挨 要怎麼 卡死 卡死 對 卡死 對 來 不用怕 來 撈起來 對 轉彎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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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拇指放前面一點點 對 好 好 休息一下 支下來 對 對 對 鮮鮮的 對 好 切平平一樣 反刀切平平 對 對 一樣 這動作都要到位 OK好 對 好 放過來 刀子要拿好 不要割到自己 都拉下來 點點點 對 要大力一點 讓他撐平的 對 對 好 點點點 這個時候就方向就從下面點到上面 來 從這邊點到上面 正刀 對 正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對 角度對了就好了 OK 好 反刀 對 對 來 好 好 好 正刀 對 把方便 用乾淨 OK 好 練習切平的下來 對 準備 動作要練習 1 拉開一點 3 4 5 6 7 8 OK 謝謝 來 我的噴水在哪裡 我先拿手進來 來 先看喔 去看我的手 我先點上面的 來 來 上面的呢 一樣用點的 1 2 1 2 用手指的力量 不要太粗 來 換過來一點 再來 來 1 2 3 4 點 點 點 1 2 3 4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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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線就出來了 來 看我前面怎麼刮 來 來 在線上 1 2 角度要對 來 轉彎了喔 這邊轉彎 就用手指的力量 拉下來 把這個腳弄出來 沒有把握 休息一下 油配一下 拉下來 切平 往前這邊 OK 來 眉毛這邊 長毛給它刮乾淨 切平的 好 中間 眉與之間這個長毛刮掉 來 這邊旁邊也是一樣 稍微接一下 來 後面注意看 好 一樣點點點 旁邊就是要用點的喔 來 稍微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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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來 這是順刀 到耳朵的一半就會往下拉 板刀這邊 這邊把這刮乾淨 正刀板刀同時並用 好 然後後面切平的壓下來 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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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是一樣的動作 來 一層一層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OK 來 正刀把這個前面這邊 刀子的運用就是你前後左右會用的話 某個角度不順的話 你放個方向就可以用了 來 這個也是一樣 來 你沒有把握的話 到了一半休息一下子再往下 拉 然後耳垂 那邊是在耳垂 這邊是耳垂 刀子架上就要平行的拉下來 來 耳朵這邊也是點點點 這個有長毛 稍微點一下 來 這邊也是一樣點一下 然後後面這邊也是一樣 來 順著下來 來 正刀 不要睡覺太爽了嗎 人家啊 可以睡覺喔 我可以睡覺喔 來 轉過來 好 這個就是長油桶 基本上這個就完成了 好 然後這個角度一定要切好 這個 這個線 一定這個是靈魂 所以這個線要很清楚 來 角度你要到位 像這種 因為他本身毛髮很密 很茂盛 你前面千萬千萬 再給他打黃一點點會更好看 這個是小細節 所以你平常沒有人會注意的 那我本身就 比較脂毛啦 所以我現在用薄一點點 你就會脂毛 來 注意看 這樣是比較好看一點嗎 從前面看 就不會那麼厚重 就是這樣子 OK 助理 好了 就助理了 來 3 2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那個 我們帶屬的頭皮水 那我們首先的話 如果是要剪頭髮的話 我們就會先 通常會先噴 這樣先噴完之後下去搓 搓完之後 它頭氣味的話 本身就會 變得比較舒緩一點 那客人會 比較輕鬆一點 那 坐在這邊也會很輕鬆的 那我們也可以增加我們的業績 業績的成長 也是靠這邊 好 現在 你技術會的 就是添加這個 添加這個的話 就是下去搓 搓完 好läut 裡面的按摩 你的按摩 那一般投鼻水的話 我們就往後 剪刀完頭髮之後 洗完之後再用 那我們現在的話 是一客人進來就開始搓這個 加上投鼻水 那投鼻水之後再去洗 洗完回來的話 再給他吹 吹完之後再噴一些投鼻水 或許再加一支那個 像這個敏感 那現在很多的話 像男生 女生 一樣 這邊 你們耳際線啊 耳際線這邊會很容易就是像 指頭性皮屋臉很多 我們可以這樣噴 指頭性皮屋臉的這種 可以先用這個敏感 先噴它 這樣噴它 它冷很舒服的 這樣噴 那這個可以噴那個臉部 可以噴那個臉部 它吃了也沒有關係 一般人會怕 噴這個的話 會怕說 吃到會怎樣 其實它不會冷 這樣可以噴 你先噴完之後 客人就先跟著會噴冷 跟著跟著噴 它是很舒緩的 這樣 這樣可以沾在我們業績的成長 業績的成長 那噴完一定會很舒服 等一下你們可以先噴看看 這樣的動作 那再過來就是 像某一些像 像這個 歐拉西斯的種子胚臘油 那種子胚臘油的話 這瓶 我們可以當作 插臉部也可以 插臉 然後還有說 像你男生要吹頭髮的時候 可以抹一抹 抹一抹 他吹完就可以吹 他抗爛度是在300度 好 沒有問題的 好 沒有問題的 好 那過來就是進階的話 你就是噴這個 剛出噴霧 剛出噴霧的話 噴一噴的話 吹完 頭髮 會很輕鬆 還有香水味 像這個 大哥的話 阿尼基 他噴完的時候就 好 吹 女生的話就是 看到他一定會 口氣癢 口氣癢 好 那我們來介紹那個 他往那邊走 我們來介紹那個 還有一瓶 那先讓阿姨姊來做造型 接下來我們會做強力的瓶 剛才這一瓶是澎澎水 就是做缺酒的時候 他會沖起來 所以看喔 髮線要往下 因為我們男生頭髮都不加硬 所以你用這個 溫度的這個往下壓 他可以下來了 因為剛剛我們有打那個底 沖沖水 他會有點支撐 先打阿 對 先讓你加水 OK 來 男生的吹法跟女生的吹法不一樣 我們男生的吹法都是用摺的 先吹磅乾 旁邊往下吹 先把他弄出來 先把他弄出來 來 這次吹風機 風很強很大很快就吹乾了 來 豬子給我 來 豬子給我 剛剛我們有噴那個 定型的 所以追看喔 來 男客追看 來 用摺的 來 用摺的 從下面開始摺 摺的 都用摺的 女生的頭髮都是這樣子吹 男生是用摺的 男生是用摺的 所以方法不太一樣 一層一層的吹 一層一層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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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旁邊要往上摺 往上摺呢 給他變成尿筋 我現在用前置作業 先把他翹起來 待會我那個髮柄的話 就很好用了 來 先把這個伸四線給他伸出來 然後後面呢 用手撥的 把那個頭髮吹 膨起來 好 冷嗎 衝刺 好 冷啊 好 冷啊 好 冷啊 好 冷喔 好 冷啊 來 接下來 Heather 猴哥幫我們用一下 等一下 我會用 沒有用 OK 來 接下來阿恩姐要弄這支強力油頭 它的亮摺度是5度 然後黏度也是5度 之前的油頭有時候就是因為我們東方人 髮質比較粗 所以把它做到最硬的5度 然後之前光摺度也是5 所以現在剛好這樣 那因為剛才龍哥有幫我們模特兒噴了一些膨膨水 所以阿恩姐在吹的時候就已經膨了 來 打開一下 抹這個髮品最好是分兩次 不要一次抹太多 這樣子會不穩 所以分兩次抹 然後這個美國的樂園律師 是台灣總代理 是我們的袋鼠家族龍哥他們 那它的造型品有7支產品 有髮泥 髮辣 油頭都有 而且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用水洗就很乾淨了 這水溶性的 很水性 所以造型品搶的就在你這個地方 洗的話你頭髮又不殘留 一次就洗得乾淨 也不用特殊的清潔用品 稍微給它梳整理 洗一下 剛剛我就要給它用那個尿筋的 所以我的那個後面用折的 先吹過來 這個是線條 線條酥 線條的清潔用品 媽碗 媽碗活著也差不多這樣子帥而已 OK 這就是我們的尿筋 來 我再噴個定型 要搖一搖 搖一搖 搖一搖 身體搖一搖 屁股搖一搖 客人面前搖一搖 噴一噴 噴一噴 OK 這個就完成了 這就是尿筋的髮型 我們要高調一點 我們就用高一點 你要低調一點 你去把它壓低一點點 隨便你怎麼用都可以 長油桶完成了 謝謝了 謝謝 李師長 你剛才用了這一瓶潔面乳 感覺如何 輕爽 細緻 細緻 洗完 非常舒服 讚 那這一瓶呢 簡單的介紹 美國的品牌 樂野麗絲 那 它可以做 刮鬍 刮鬍 跟潔面 感謝各位 我要了 你要了 你也有 謝謝 讚 謝謝 感谢观看